这有点意思 这是什么画 我觉得像油画 但是 感觉这是拿上东西刻上 但是 我们今天参观的画展叫 一览飞移 如果是飞移 就不应该是油画 没错 刀片吗 对 你用刀片把它挤出来 它是逆向的 给它刮掉 它随意用剪色 剪色 所以也就是说 它其实是把颜色先覆盖了 然后再用刀把它给刮掉 老师这个学名叫 刀画 就叫刀画 你看看这幅画 是一个东北的特色 白画铃 现在白画铃 还没画完呢 现在正在创作 正在创作当中 现在我刮的是三十部分 您这个刀法叫什么 刀法也是采取 国画一种肌理 和油画一种脉络 借鉴人 把刀画提升得更高 层次又高 还有这几种刀都有 你看 各种刀 这是胶皮刀 胶皮刀也有很多用处 又能刮雪 还能刮三十 哇 你看 你看 层次马上就出来了 你看 你看 他的灵感从哪来 这是我父亲从七十年代末 创始的刀画 哇 刚开始是画家具画 对 各家打家具 最近打家具 有个顾客说 你拿了一个板吧 给刷油了 对 那就水彩画和烫画都做不了了 用油彩 你按那个家具画那个烫画和水彩画那种效果 嗯 乔菜油歌多了 第二天都躺溜了 哈哈哈哈 躺溜了 我父亲身边一个就是这种小刀片 拿去马上刮了刮 嗯 后期你身边的也都是搞艺术人说 哎 就这块好看 哦 哎 特别像 其实本来是个失误 通过这句话 我爸就用这种方法就来研究 来琢磨 它好看 从此这个刀画就这么一点点 但是 一个美丽的误会 一个美丽的误会 漂亮 漂亮 哇 全国现在好几万人在创作 是吗 好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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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你刷一层以后再去创作 再去画 做夹法 但是他居然智慧地做剪法 就是这个刀画是妥妥的 二十世纪中国人 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好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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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